花蓮市區大興圖目 26層飯店大樓 鋼骨架構拔地而起 未来势必成为当地新地标 花蓮 好山好水 长期吸引各地游客进驻 甚至宜居花蓮 如今当地还掀起一股苏花改效应 房价变得突飞猛进 公寓华夏大概一瓶11 12万就买得到 那现在平均大概要14万 甚至是15万才买得到 那我说的都是大概20年左右的大楼 根据内政部地政司统计 2016年全国公告县值 平均比2015年调升6.7% 但花蓮县调升幅度超过一成三 比全国平均值高出一倍 成为土地涨幅最高县市 身为苏花改社会区 花蓮似乎正复制着宜兰经验 涨的最主要应该是苏花改这个议题 对 那就是蛮多都是觉得 会以宜兰的经验来看花蓮 因为宜兰整个也是雪碎通车 十年后 房价涨了几乎可能是两倍以上 甚至是有的区域像礁西 可能倒有到四倍 这般景象出苏花公路就嗅到 台九线沿线由业者打着苏花改第一线 拉抬房屋买气 业者预估花蓮房地产 还会飙涨一段时间 只是这条路要拼2019年全线完工 恐怕还挑战重重 这个趁机完成的地方就不会有 那这个地方都还会有 因为它那个防水母还没有铺上来 采访同队来到南澳和平段 预计下个阶段会开放通车的古风隧道 这里去年10月发生大规模抽摊 现场变得像水连洞一样 到处渗水迷命不堪 还需要时间来补充地质 等于是原来已经贯通的这个隧道 又变成是一个不通的隧道 那中间大概淤积了 目前整个不通的路段 大概有90公尺 那摊下来的这个土方量 大概有一万方 什么时候会清理完毕 重新复工 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处 正如火如荼处理 这块可能得等到今年9月 除了抽摊以外 最大挑战就是长隧道 同样位在南澳和平段的观音隧道 是苏花改工程当中 最长隧道 长度有7.9公里 隧道往南 穿越中央山脉至古英西谷北侧 在以古英桥跨过西谷后 衔接古风隧道北口 观音和古风隧道 透过桥梁衔接后 连结成约12.6公里的长隧道 是苏花改整体计划里的关键工程 完工后 将会是全台湾第二长的公路隧道 仅次于雪山隧道 这个观音隧道7.9公里 它是我们全路段里面 最长的一个隧道 如果我们以传统的工法 从两边慢慢去做的话 它的供企可能会拉到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利用旧北回 开了四个通道进去 然后尽快去施工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大幅说懂 我们整个施工的骑程 和时间赛跑拼通车 即便苏花改尚未规划和国武衔接 然而雪岁 苏花改连续隧道多 希望驾驶休息一下再上路 国道新建工程局 已经在苏澳交流到 新建一处休息站 占地10.55公顷 分三期开发 苏花改全线畅通 多数乡亲正引紧期盼 只是愿望实现之前 每个关关卡卡正要一一克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